人情话题来看到 先前彰化两家控肉饭名店 相继宣布结束一夜 原本经营80年老店 阿全控肉饭也因为整修店面 暂停业两个礼拜 今天强势回归 不少死忠顾客一大早就去排队 但最近几年 国税局辅导小吃业者开发票 民众也担心 名店一家一家的官选择变少 剩下还在经营的 是不是也会因为要开发票 把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有一部分的业者表示 会看情况先自行吸收 如果撑不下去 也只能调涨价格 经营80年的阿全控肉饭 排队名店强势回归 早上7点重新开业 店门口早已经大排长荣 有早上特地来吃 双层来吃的 刚好是他有那么多 生意强强过了连带营业额 也比以往成长不少 这几年国税局辅导 知名小吃业者开发票 不少控肉饭排队名店 就怕被国税局锁定 但要是开了发票 价格是否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开发票的话 当然对我来讲会是一个 在生意上 感染会有点影响 尽量能够自行吸收 如果说在成本方面 真的没办法复合的话 只能做稍微的调整 这个很现实的问题 你既然有的发票 我跟妳讲成本各方面 一定会有上涨 店家跟消费者 都会觉得很有压力 我是觉得 甚至在过的 可能在几年 然后我们的经济比较稳定的 一般客人都会量级 都会接受 矿肉饭平均一碗50元左右 现在原物料飙涨 业者说已经够难撑 一旦未来得开发票 成本势必会增加 而铜板美食价格恐怕 再也回不去 就带入某张华报道